在農曆新年期間發生在華裔社區的兩宗大型槍擊案 令精神和心理健康這個議題再次受到民眾的廣泛關注 今天在三藩市列治民區 加州眾議員丁佑立聯同列治民區市參事陳詩敏 宣布加州政府將捕款650萬 用於支援亞裔社區的精神和心理健康服務 列治民區多元文化中心是一間非牟利機構 致力於為亞太裔社區提供心理健康和保健服務 據悉這次的650萬撥款將會用於幫助他們建設一個永久性的心理健康服務中心 丁佑立還提到在社區裡不僅有與暴力有關的心理問題 近年來針對亞裔不斷出現的仇恨暴力事件 也都會使民眾產生憂鬱和焦慮的情緒 他期望有一個可以提供多種語言和文化的心理健康服務機構 從而未與籌謀預防悲劇發生 天下衛視記者黃靜採訪報導 議題是廚指關的ρεί個 為在社區都知識得到 他們有限的 Erfahrung